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开始在推特上 有一个视频一直在被人转 应该是两组 发生在江西 一个照片是 一个视频是从殡仪馆 把死的人 那个武警 武警是公安给抢走了 说要进行 强行进行这个 丧葬的改革 另外一个呢 他是把坟地 把那个棺柱给挖出来了 暴尸 挖出来 然后用那个火炎喷射器 把那个尸首给烧了 带着那棺材 他把棺材盖打开 然后直接烧那个尸体 没见过 真没见过 他说叫丧葬改革 丧葬改革是当年毛泽东提的 所以这个周恩来 他们都给被儿了 都给烧了 他自己没烧 那时候他提的叫丧葬改革 你现在这个 你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的什么 当地的头头 你的年龄 我都不知道 你见过毛泽东没有 那什么叫丧葬改革 那不胡说吗 在你家的 你家的领袖盖的 你家领袖的像 还在这个天门广场呢 那块腊肉还在那 对吧 你要说丧葬改革 你先把他蹦了 先把他烧了 他当时提的丧葬改革 要进行火葬 不要土葬 他是反封建 他是那个角度提的 你今天把人烧了 你就是抢土地 连坟地你都要 不就这事吗 人丧尽良知 其实不叫人丧尽良知 我觉得这话都不对 他不是人 他怎么叫丧尽良知呢 他没有 不是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 他已经改了 你怎么能叫他丧尽良知 中共的话语权当中 在这个环境中 对人的伤害 就是进化论跟无神论的伤害 是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伤害 而造成人们只看在利益上 所以反过来说 那东西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没有任何关系 他就没觉得跟他有关系 他从来没想过 他今天极端的这种贪婪 却是那个东西造成的 而贪婪的本身 又成为了他的障碍 去认识共产党的邪恶 所以他也在利益上去讨论 当你骂他丧尽良知的时候 他抢你爹的失手 他也是按照利益上的角度去走的 他一点都不错 为什么 中共放水 开始大规模发钱 人币不值钱了 钱从中央银行出来了 得有地方去呀 那政府就得卖土地 土地就那么多呀 那你死人 为什么占活人的地方 他就给你挖出来烧了 不就完了吗 他都死了 跟你有什么毛关系 那么无神论嘛 你说那是你爹 你说那是他爷爷 他爹 你问他叫爹 他答应吗 你爹 他跟你来这个了 我都会说 你叫他一声 他答应 我立刻就不烧他 他没用了 你的观点 不也是有用跟没用吗 你的观点不是也是 今朝有酒 今朝醉吗 你的观点 不也是利益之上吗 那他就整你 所以大家去喊冤的 你不能干这种丧尽良知的事 有什么丧尽良知 他不叫良知 这是今天走到这份上 其实大家看到 这是谁的政策 那这是今天主政者的政策 他没办法了 他四个月就把他五年的反腐的功绩全毁了 全毁了 所以就被打的 一直打到今天 什么招都没有了 只能回过头来找老百姓了 那找老百姓 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据说人民日报说了 说那意思吗 你不能抛这个尸首 他是怪腐肉 他是怪腐肉 有什么不能抛的 你的立志 你爹是猴了 猴变得过来的 所以进化论跟无神论本身 根本上和所谓现代科学的手段 人拿火炎喷射器烧你爹 对齐你爹 当初几十年前 在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 也是美国人这么打过 在这个越南的时候 美国人这么打过 打共产党 打当时越共 是那么回事 所以他的一个生命基础 走到现在 他反映出来的呢 是这个制度 就是共产党 真正没有人性 他灭绝所有 灭绝所有生命 他的存在是以涂害生灵存在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先打贸易战 再打金融战 一个星期前 我们就说 他会打金融战 人民币明显贬值 川普指责北京 通过货币贬值 来降低出口价格 应对美国的惩罚性关税 这个不好说 他一开打的时候 人民币就开始往下掉 那你现在看到了 他国内又 如果真拿出四万亿 去应对现在的场面的话 他不是 他根本顾不上你 川普跟他打贸易战 他能够顾计到的呢 他只是他自己 能够盘活 能够生存下去 就行了 可是当他往市场放水 再放出四万亿的时候 他自然会让在市场中 人民币会出现大幅贬值 所以你简单说起来 这个不好这么简单跨论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那作为川普而言 他不管你怎么样 我就要打你 我就要做成我自己的事情 按照白宫经济顾问 他的说法 昨天的说法 整个白宫团队在讨论 什么时候会把共产党逼得就范 他说最快半年 他说半年到一年 争取能看到我们的成果 看到他们的成果成就 他们的成就是什么 逼得中共放弃制度 逼得中共放弃体制 放弃制度 而走到正常人的环境中 这是他说的 那如果人 中共要走这条路 还是中共 他就不是 所以里面预示着 在中国社会 在他们眼睛里 同样是有着巨变的说法 自由亚洲电台 北戴河会议敏感期 央行大放水 我都不知道 他有没有北戴河会议 那很多评论 他按照习惯就这么说的 去年其实根本就没有 北戴河会议备受关注 我觉得这关注都是 在评论中很多人吵的 做时事评论没话题 就这么猜的 就这么猜的 习近平回到北京 在央行持续扩大货币发行量 务求稳定金融市场 相关措施越来越紧密 所以下半年 可能进一步大放水 他提到说 29号回到北京 30号 新闻联播 没有七个常委的消息 他预示着北戴河会议 可能已经召开 我看到在推特上 另外一个说法 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他应该是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而不是北戴河会议了 然后他提到说 之前连连出手央行 稳定金融系统流动性 就怕没钱 市场上没钱 他上周共有3700亿人民币 逆回购到期 7月23号 央行又拿出5000亿 进行操作 这是2014年9月 央行创造该项金融工具以来 最大的单笔投放金额 单笔投放金额 所以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您可以看到 货币在非常 非常大规模的 非常快速的贬值 他得让有钱的 他现在市场没有钱了 市场没有钱了 工商银行的一个姓黄的女士 接受采访说 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增加了基础货币供应 鼓励开支借贷 将导致通胀 所有东西都会涨钱的 印钱不需要很多成本 印钱还需要很多成本 印钱要能够保证经济稳定的话 而且大家能过上好日子的话 推特上说了一句话 如果印钱能管用的话 那今天最幸福的 是委内瑞拉和京八部委 京八 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 有人打了个数字叫百分之一百万 京八部委有张照片 那小孩他老有钱了 是这么抱着钱的 都是成捆一捆一捆的 而这两个国家 中共投资几百亿美金 在他们国家身上 根本还不了钱 所以中共的政策摧毁了 一个一个一个正常的国家 一带一路是这么回事 他摧毁了一个一个 所以如果印钱管用的话 那明天你们都这么抱着就行了 你一钢也这么抱着就完了 对吧 那如果印钱就能够伟大的话 那你美国人拼命印钱不就完了吗 这事儿什么傻瓜都懂的 你还解释这解释那都没用的 对不对 印钱你肯定麻烦了 你没招了 对吧 就像我们开玩笑 说那时候穷到农村 在那个地里头 土颗粒那样的地方 那一集也上厕所了 那怎么办呢 哪找手指啊 那手指多珍贵啊 你要钱这么印的话 那时候手指也珍贵了 所以找个土颗粒 还得找一个表面比较光滑 我看离那日子不远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